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 是健康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厦门市全面健身实施计划2016至2020年的目标是 到2020年全市群众体育健身意识明显增强 体育锻炼人数大幅增加 体育社会组织活力彰显 体育健身设施更加完善 健身消费支出显著提高 构建起与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能满足市民多元体育健身需求 具有厦门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具体来说就是市民体育健身意识不断增强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明显增加 每周参加一次仅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5%以上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42%以上 城乡居民国民体制总体达标率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 学生在校期间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育锻炼活动 在校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到92%以上 而在体育场地设施方面 基本建成市区镇街村居四级公共体育设施体系 市级建有大型全民健身中心 各区建有中型全民健身中心 80%街道乡镇建有小型全民健身中心或广场 城市社区建成15分钟体育健身圈 农村公共体育设施进一步完善 新建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 公园 广场 绿地等按照标准配置公共体育设施 公共体育设施和符合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设施 开放率达到100%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3平方米 就目前来看 我是居民参与健身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首先是自主型户外健身 如跑步 单车骑行 球类运动等 其次是报名健身主题馆 或聘请私人健身教练定期进行锻炼 此外 参与政府等相关部门组织的民间赛事 也是市民健身的方式之一 虽然锻炼的方式各自不同 但大多数市民都觉得 厦门这样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 这几年各类体育设施 运动选择是越来越多了 健身早已成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最好的休闲方式之一 每周报到三天 每次运动训练两个小时 这是高宇到健身运动馆报名后 自己的私人教练张泽民 给自己设计的训练计划 生活的节奏太快了 然后现在可能年纪也大了一点 就觉得说身体上需要做一些改变 然后也希望各个方面更健康一点 然后让自己在生活上 工作上更有精力一点 大部分时间还是留给了自己去工作生活 90%以上都是一个压健康一个指数 很明显 包括教练给了一个科学的一个锻炼方式 要这样去指导 很多人来这边要做一些体态的调整 就比如说职业病吧 这个做办公室的 颈牵引高低肩等等 现在健身历史已经改变非常多了 所以全民健身嘛 健身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普通老百姓也感觉会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这个喜欢运动 张泽民大学毕业后 选择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健身教练 在他看来 这是个具有市场前景的行业 越来越多的上班族 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但他们急需一个陪伴或者指导 帮助自己持续锻炼下去 事实证明张泽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说这些年 厦门的体育设施兴建了不少 健身文化不断普及 除了越来越多人 选择到室内健身房健身外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他时不时就能看到有三五好友 约着去爬山骑单车 甚至是玩帆船 而全民健身热潮的涌现 本身也带动着健身行业的细分 现在室内健身需要请私教的人 是越来越多了 作为一名体育工作者 他也越来越有职业成就感 最专业的事情交给最专业的人 每个人数学有专工 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 特别是来了锻炼 不管是任何人踏入健身房 踏入俱乐部 都想让自己身体有所改变 可能刚来了以后 他并没有懂很多东西 但是健身教练 给他发现他的问题 给他评估出问题来之后 他明确知道自己做完体测 评估完问题以后 知道自己身体存在问题 很多人都想去改变的 这就是健身教练 包括这么的康复制体 的调整师 他们能给所有会员 带来的东西 高宇说 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 报名室内健身馆 甚至聘请私人教练 但他发现这几年 厦门的健身运动 越来越风靡 朋友圈里请私教 给自己锻炼的人不少 他就根据自身的情况 选择来室内运动 并聘请了私教 健身体做多的话 你会觉得他是 生活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工作上比较有经历 生活上就是 坏习惯啊 患毛病都会慢慢地改掉 他们都会给我 比较系统一点的一些建议 比较专业一点 和高宇一样 上班族中翘强 也是健身爱好者 不过和高宇不同的是 室内健身馆 是他户外健身的一个补充 他说这几年 厦门的铺道建设 自行车道建设都越来越好 因而他经常 尝试一边锻炼身体 一边欣赏厦门的美丽风景 慢慢地 健身就像吃饭一样 一天都不能少 为了满足自己 全方位的健身需求 除了坚持户外运动外 他还把室内健身馆 当成是自己锻炼身体的 一个补充 曾经的话 我有一段时间 自己在外面 自己练着 因为我就住附近 所以湖边水库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不错的 那个户外的 就像前段时间 厦门这边有 有一段时间是连续下了 一个多星期 一两个周而已 那你就没办法 在户外运动 但是健身房就不同了 首先有专业的 那个健身器材 还有一个就是 教练的话 给你一个相应的指导 安琪是中翘强的健身教练 她说自己以前是一名 专业运动员 退役后因为专业对口 就考了教练证 开始在健身馆工作 而厦门这样一座 有着浓厚健身氛围的城市 则成了她最想定居的地方 也因为健身 她自己也结识了 许许多多阳光的朋友 我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 我跟我的会员 可能更多的是 我是把她当作朋友 因为你选择相信我 我要给你 就是说我要对你负责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等于是边哄 然后边教她练 是这样的 因为她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付出之后 她其实知道是有效果 就是说她真的累 她需要去一个诉说 那我是这个倾听的 这个朋友 对 然后再倾听 然后去帮她 就是去给她加油打气 走高点 走高点 从事健身教练三年多 安琪感受着 自己健身朋友队伍的不断壮大 也见证着厦门体育环境的变化 她说 现在大家的健身活动 比自己小时候 或者专业学习的时候 真的多了很多 在厦门 有许多小区自带健身设施 市民健身可以随时随地 足球运动在厦门课中小学广泛开展 体育从娃娃抓起 自行车道不仅仅满足通勤需要 同时也是许多骑行一族的运动舞台 步行道更是颜值倍增 男女老少都可以跑在其中 乐在其中 而各种体育竞技类活动 近年来更是在厦门频繁开展 这也进一步加深了 厦门体育文化的内涵 因而许多朋友 也是从以前的懒得动发展到今天 总是主动问她 还有哪里可以动 健身习惯养成 全民运动的氛围越来越好 每天会打电话催呀 发微信催呀 慢慢的可能我不去催她 她会来催我 她教练我今天该来上课了 那她因为她养成习惯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自身的变化 你运动就是说 一到两个月三个月左右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状况 包括你的精神状况都很好了 所以在你突然不运动的话 你会很不习惯 而且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习惯养成 好的 关于今天健身的话题 我们一起来关注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户外健身可以和室内健身结合起来 像户外健身的话 可以以爬山 骑栏车这样的 而室内健身的话 则以气息和跑步为主 这样两者相互消成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你跑外号者 现在在厦门 可以跑步蹲的地方越来越多 我觉得很幸福 室内健身的话 有机会过去尝试一下 近几年 我是室内健身运动者 越来越多 据不完全统计 我是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 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 有50多家 他们分布在岛内外 各个上班族聚集的生活片区 多数健身场所 均有3到4家分店 每家会员数量 根据分店规模不同 而有所差别 大约在5万人到10万人之间 近两年 每家会员数量 每年以10%至15%的规模 持续增长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市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与需求 正在逐年增加 事实上 不仅仅是报名 室内健身的人数逐年上升 随着全民健身观念的深入人心 我是的全民健身事业 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我们从市体育局了解到 截止2017年10月份 我是组织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580场 参与人数达200多万人 市区两级新增12家体育社会组织 全市登记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 共229家 社会体育指导员8550人 以基本形成市区两级体育行政部门为主导 各部门协同配合 体育社会组织为纽带 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的 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此外 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市区体育部门利用体采工艺金 857万元 提升改造社区村20个水泥篮球场 新建12个小型体育健身场馆 安装了102件公园健身路径 下一步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方面 将充分合理利用景区公园广场 建筑物屋顶地下室及城市空置场所等 建设健身步道 站道 绿道 健身广场 健身休闲公园 登山步道 完善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应该说全民健身 从字面来讲 它首先是涵高着各种人群 老人 我们中年人 以及小孩 以及各种 比如长期人 妇女 儿童 包括农民 少数民族等等 从它的项目来讲 应该说大家可以不分 哪个项目 只要选择自己喜欢 但自己合适的都能通过不同的项目的健身 达到一个效果 只要它能一周 能有一个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 并保持有30分钟以上 那么我们一般把它作为 就可以作为一个体育人口 就算它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健身的一个习惯 无明显说 现在市体育中心东侧的综合健身馆 正有序建设中 作为市重点工程项目 综合健身馆项目 总建筑面积为54,294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0,997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33,297平方米 是我是单体规模最大的综合健身馆 项目总投资概算 33,607万元 今年1月至6月 已经累计完成投资 4,500万元 预计全年投资将达到 6,500万元 据介绍 目前施工进展顺利 预计2018年底竣工 2019年初可以投入使用 建成后 综合健身馆内将有综合馆一个 篮球场三片 网球场三片 集中训练用房 有氧运动室 体能测试中心 台球室 羽毛球场28片 乒乓球场24片 瑜伽馆一个 康体健身场所 配套休闲用房等 健身馆地下两层 共设停车位791个 可弥补式体育中心 仅200多个停车位的不足 吴明显说 接下来 体育局还将充分利用 厦门的土地资源 尽量为市民营造 更多的健身休闲空间 让市民们处处都能运动 门口就能健身 从岛内的这个方面来讲 应该尽量挖掘一些潜力 比如说从老旧厂房的改造 还有我们一些 这个城市的边角地块 就进行这个见缝插针 或者根据那个地形的 建一些体育设施 第二个方面就是遍布 我们前市的这些公园 应该要尽量让这个公园 成为市民进行体育 锻炼一个非常好的场地 第三个方面就是 解决安全问题的情况下 尽量让这个 学校的体育设施 向周边的市民开放 这样子就可以构建一个 就是15分钟 甚至10分钟的一个 市民的一个健身圈 事实上2017年1月 市政府印发的厦门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16至2020年 已对1357 我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做了系统部署 在组织建设方面 大力发展项目体育协会 和人群体育协会等 体育类社会组织 力争做到 凡市民喜爱的 参与面广的健身项目 均成立单项协会 重点培育发展在基层开展 体育活动的 城乡社区社会组织 在设施建设方面 除了打造以15分钟健身圈 为基础的 全民健身设施格局外 计划还将建立 中小型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 并逐步加大扶持力度 专家们认为 衡量一座城市的 全民健身水平 主要可以从健身人数 人均运动面积规范化 和体育人才数量 这三方面来考量 而这几年来 厦门在这三方面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一个就是说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有没有在增加 第二个就是 人均的体育场地的面积 有没有符合规范 第三个就是说 作为一个城市 我们体育优秀人才的比例 有没有也一直在增加 吕韶峰说 现阶段卧师发展 全民健身 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 这几年在 有关部门的主导下 体育健身设施 也在不断兴建中 但是全民健身 意味着健身人群的增加 群体喜好必然出现分层 因而在健身场所的 总量和精细化内容方面 做功夫 是未来政府 有关部门 努力的方向 要引导我们的机关团体 我们的企业 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 能够向社会开放 要鼓励城市的 闲置的一些场地 能不能来建 临时的体育场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们现在城市 我们很多拍的地 或者这个地有很多原因 它没有得到及时的开发 可能一闲置 闲置的两三年 那么两三年的时间 因为像我们自己 参与体育运动 他们有的时候 批为临时的足球场 有的批为临时的 羽毛球场 那么我们要鼓励 和城市的闲置用地 能够建临时的体育场馆 好的 关于今天全民健身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关注 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我觉得全民健身 要特别为老年人健身 提供科学指导 发挥全民健身 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 稀奇作用 我非常支持 体育彩票公益金 3%到5 用于支持老年 体育事业的发展 比如用于设立 老年体育运动项目 产地建设补助资金 鼓励和引导 社会企业 个人投资建设 老年建设产地 我觉得 不要只洗发 要练出秀发能量 潘庭十年革新 秀发能量水 ProB维他命原配方 深层累积能量 越洗越强 全新潘庭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爱运动爱生活 一座全民健身的城市 必然也是一座 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家园 我们相信啊 未来在有关部门的推动 和建设下 在全市人民的热情参与中 全民健身计划 将会在厦门 更加有序渐进地 发展开来 好 再次感谢 今天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 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朱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